3. 审查本院委員陳明文等16人 擬計金融機構合併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4. 審查行政院含請審議後勿稅條例增定第12條-5條文草案案 5. 審查本院委員林淑芬等23人擬計後勿稅條例第3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6. 審查本院委員盧秀燕等17人擬計後勿稅條例第12條-1條文修正草案案 7. 繼續審查本院委員張嘉峻等17人擬計後勿稅條例刪除第8條條文草案案 8. 繼續審查本院委員羅蘇雷等31人擬計後勿稅條例第11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9. 繼續審查本院委員廣碧林等20人擬計後勿稅條例第11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10. 繼續審查本院委員薛林等23人擬計後勿稅條例第11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11. 繼續審查本院委員趙天寧等27人擬計後勿稅條例增定第12條-5條文草案案 12. 繼續審查本院委員翁重金等16人擬計後勿稅條例刪除第9條條文草案案 10. 先得完畢 我們現在介紹在場的委員還有與會的首長 首先我們介紹羅明財委員 我們先介紹與會的首長 首先我們介紹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曾明忠 我們銀行局局長詹廷貞 證券期貨局局長吳玉群 保險局局長李滿志 檢查局局長王立娟 法律事務處處長鐘瑞蘭 財政部部長張勝和部長 副稅署署署長吳自新 国库署署长阮清华 官务署署长饶平 国有财产署署长庄翠云 财政资讯中心主任苏俊荣 国家发展委员会经济发展处副处长邱明盈 经济部工业局局长吴明基 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农业金融局副局长许明吉 国际处检任记证林佳荣 交通部邮电司检任记证蔡宜昌 中华邮政股份有限公司处长黄慧珍 法务部参事刘成坤 司法院民事厅法官史有为 我们今天审议 今天的议程审查的是金融机构合并法 及货物税条例两项共12案 采分别报告合并寻答方式来进行 首先我们请委员提案的委员来说明提案的要旨 我们金融机构合并法修正草案 请李同豪委员 李同豪委员 李同豪委员不在场 我们现在请陈明文委员 陈明文委员 陈明文委员不在场 现在我们货物税条例修正草案 请林淑芬委员 林淑芬委员 林淑芬委员不在场 我们现在请卢秀燕委员 卢秀燕委员 卢秀燕委员不在场 我们先请金融监督管理员会 曾主任委员报告 行政院提案 并回应委员提案 主席各位委员大家好 今天陈贵文会邀请就行政院 含请审议金融机构合并法修正草案 委员李同豪等17人 凝聚金融机构合并法第13条条文修正草案 委员陈明文等16人 凝聚金融机构合并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 等三案提出报告自感荣幸 敬请执教 第二部分有关行政院 含请审议金融机构合并法修正草案 金融机构合并法在民国89年12月13号 制定公布实施以来 以为金融机构合并提供良好的法律环境 有效营造合理竞争之金融市场 为借由简化合并程序 及提供更多租税优惠等措施 以提高金融机构 3年1月30号实施 农医会信用部适用这法律及其主管机关 与一般金融机构皆不相同 且该法对于经营不散之农医会信用部的处理 已经有特别规定 因而删除农医会信用部适用本法相关规定 令增定金融控股公司为本法适用范围 第二点合并的对价多元化 修正存续机构或新设机构 换花消灭机构股东所持股份之对价 除持续机构或新设机构 发行新股之股份外 亦得采取不同种类或不同比例 之其他机构股份 现金或其他财产 作为支付消灭机构股东之对价 第二点增定金融机构合并 得对抗债权人的方式 金融机构成立专与清偿债务为目的之信托 或证明无外债权人等权利之行实 得以其合并对抗债权人 基金受益人 保险契约权利人等 第四点修正处理金融机构不良债权之规定 重点包括换宽金融机构得委托公正第三人 办理公开拍卖 基于租税公平原则 删除资产管理公司 处理金融机构的不良债权 适用银行业营业税的税率 删除现行不良债权出售 所受损失得在五年内认内之规定 以符合一般公认会计原则 第五点参考契并法征定租税优惠措施 横着金融机构合并与企业合并租税 规判之公平性 原参考契并法修正文法相关租税优惠 包括因合并而移转之有价证件 免征证交税 移转货物或劳务 辉属营业税之客税换围 土地政治税既存之换围扩大为 原消灭机构之所有土地及合并产生商与 得贪销连线 有五年修正为十五年 第二部分是有关大院委员所提之修正条文的部分 第一点是委员李同豪等17人 凝聚金融机构合并法第十三条条文修正草案 委员建议将该条文有关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员会 名称修正为公平交易委员会 本会赞成机关名称之修正 但是因为行政院含请大院审议版本 已经删除本条条文 主要是考量农业金融法 对于经营不善之农业会信用部的处理 已经有较详尽的规定 为避免各农业会农业引本法的规定 或导致法律适用之混淆 因而建议依行政院版本删除本条的全部条文 第二点是委员存名文等16人 凝聚金融机构合并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的部分 第一项有关提案修正本法第四条第一项 第七条第八条第九条第四条第二项本会净表同意 第二项有关提案修正本法第十七条 增定第三项租税奖励继售措施 本项修正是参照契并法第四十二条规定 且存续机构所寄售为消灭公司既有的租税奖励 本会原则同意 但因为涉及租税政策 本会尊重财政部的意见 第三项有关提案修正第四条第二款 建议将合并之定义限定为两家 同意业别之金融机构合并 本法第五条规定法令不得兼营者不得合并 以银行为例 目前银行已可兼营电子票证及电子支付等业务 银行未来如以该等专营机构合并 能否完全归属于同意业别合并 未真明确 令随着金融科技的发展 亦可能产生新型态之金融机构 为使本法具有适用的弹性 建议维持现行条文 第四项有关提案修正第十五条第一项 将金融机构浪与不良债权的规定 限说为因合并浪与不良债权 基于本法立法目的 系维健全金融机构与不良债权的处理机制 至于浪与之时机 并限于合并原建议维持行政院的修正条文 第五项 有关修正 本案修正第十八条 明定外国金融机构 与本国金融机构合并 概括承受 后概括浪与准用 本法规定的范围 因外国金融机构涉及其母国法令之适用 其本国金融机构 准用本法的范围不同 修正条文未分别类似 准用规定并未完毕 为足以名列亦有疏漏 建议维持行政院的修正条文 授权办法再以规范 以上报告 敬请各位委员指教 谢谢 我们先补充介绍我们本委员会的委员 吴炳瑞委员 卢秀燕委员 许天才委员 我们先请财政部张部长报告 主席各位委员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 大家早 今天贵委员会审查行政院 含情审议的金融机构合并法修正草案 户税条例第十二条之五修正草案 还有大院李同豪委员等十七人 陈明文委员等十六人 离聚的金融机构合并法条文修正草案 张家俊委员等十七人 罗鼠蕾委员等二十一人 管碧林委员等二十人 薛林委员等二十三人 赵天林委员等二十七人 翁崇军委员等十六人 林淑芬委员等二十三人 及卢秀燕委员等十七人 离聚的货务税条例修正草案 本人受要列席报告非常荣幸 以下就简要的说明 首先报告金融机构合并法的部分 行政院还请贵院审查的 金融机构合并法修正草案的部分 他主要的目的 刚刚郑主委已经详细报告了 主要目的在使金融机构的合并 与非金融机构的合并的 租税待遇一致 有助恒平相关法律 对企业并购的公平性 敬请各位委员支持 那有关陈明文委员等十六人 离聚的金融机构法 部分条本修正草案的部分 他首先第一个 他删除现行十五条之四 有关资产管理公司处理金融机构 不良债权 适用银行业的营业税率这个规定 以及修正十七条第一项第二项 涉及个税的部分 跟行政院版规定内容相同 本部竞表同意 那有关十七条之三 第三项 增定有关存续机构 或者新设机构 得寄售合并的财产 或营业部分 依相关法律规定 已经享有而尚未届满 或尚未抵减的租税奖励部分 本部认为 这一次修法的目的 旨在使金融机构合并 跟非金融机构合并的租税待遇一致 这个建议是 我们认为可彩 不过呢 希望能够参照 欺病法的精神 做文字的修正 明定 寄售租税优惠的限额 范围跟要件 后税的部分 有关行政院 行情审议的 后税条例 第十二条之五的修正案 这个修法的背景 主要在运用我国中古车的优势 来推动中古车的外销 达到节能减碳的目标 也弹性运用太旧换新 来减证新车的后税 那修法的重点 是我们修后税条例 第十二条之五 主要的条文内容就是 在这个条文生效日期 五年内出口 这个出口的旧车是满一年以上 没有办理车辆停止登记 而且的出厂 就是说持有满一年 然后呢 这个出厂满两年以上的 小客车 小货车 小客货两用车 在出口前或出口后 六个月内购买新车 完成牌照的登记 都可以减证新台币五万元 并且明定 授权本部会同经济部 来订定新车 申请减证后税的相关作业规定 以利征纳双方一选 那修法的效益 我们预估一年 会有一万辆的中古车出口 那减证后税五年的话 整体增加的税收 大概五年八十七亿元 那会带动汽车上下游产业的产值 五百亿元 会增加一千五百人以上的就业人口 可带动国内汽车产业供应列的产值 跟国内新车的市场蓬勃发展 那有关大院各委员 拟据后税条例的修正条文 本部的意见简要说明如下 第一个就是有关张家俊委员等提案删除第八条饮料品的课税 管闭林委员等提案把电器内的货税税率调降百分之五十 薛林委员提案删除十一条电唱机 录音机等两项电器内课税项目 翁重军委员提案删除平板玻璃课证后税的项目 这个四个项目 那以前行政院赴税改革委员会已经有决议 就把橡胶轮胎电器内平板玻璃跟饮料品等四项免征后税 列为实施能延税税收运用的配套措施 那未来在衡量量能课税公平正义的原则下 我们会通盘审慎的研议事实推动 在还没有密陀替代裁员以前 不宜单独调整个别项目的后税 避免影响政府的财政也造成其他课税项目要求援引比照 那罗水雷委员提案对益金显示器跟视讯盒并同销售 但没有安装成电视记者不课证后税 这两项就益金显示器跟视讯盒都不是后税的课税项目 所以两个一起卖 他本来就没有课后税的问题 那至于他安装在卖是属于基增实物认定的范畴 我们认为不需要在后税条例中来订定 那赵天龄委员提案对车龄15年以上的老旧汽车太旧换新的话 提供每辆减增4万元后税一案 为了刺激短期经济景气并打节能减碳的目标 本案我们建议跟行政院板在讨论的时候并案讨论 有关临时文委员等人提案建议说为了平抑国内物价 及维护国内市场的稳定所列管的货物 如果运销国外要排除它免证后税规定的适用 那我跟各位委员报告 后税是属于消费税的性质 它一般都在消费地课税 就是目的地的课税原则 那运税货物如果外销的话 都可以适用免税 如果说为了平抑国内物价 跟维护国内市场的稳定 将外销货物免赠货物免税的项目排除 可能有违国际贸易的惯例 也与实施货税国家的通力不相同 所以我们认为不宜在限制 有关卢秀委员委员等实际来 临绩货物税条例12条之一 对气缸排气量在3000cc以下的 小客车小货车客货两用车 在条文生效日期购买并完成登记则 减征货物税7万元案 我们根据最近两年车辆新增挂牌数资料分析 如果没有实施租税奖励的情形下 3000cc以下的车辆挂牌数 都呈现成长的趋势 如果对车辆全面减征货物税 社会的对象可能多是较有财力的 而且平凡换车的高所得者 有违租税公平 而且近两年 该等车辆平均新增挂牌数 每年加上每年会诱发1万辆新车来估算 会造成262亿元的货物税税收损失 那另外本案因为没有太旧换新的机制 跟行政院版为了开拓中股车外销市场 兼达成节能减态目标会相进合 也就是说如果这个案采行的话 行政院版的政策目标就没有办法达成 不过为了刺激短期经济景气 我们建议卢委员的提案可以适度的修正 跟行政院版来并案讨论 以上的报告 敬请各位委员会议支持指教 谢谢 我们经济部的口头报告 请各位委员参考 我们就不特别请他来报告了 那因为我们提案的委员 卢秀燕委员 他希望做一个提案的说明 三分钟 主席各位同仁 今天我们审查货物税第十二条修正案 那这个第十二条修正案呢 是有关于汽车货物税 它的太旧换新的一个减生方案 我想社会大众都很期待 我们知道今年的税收 这个可能会超征一千七百亿 这一千七百亿到底要怎么样来运用 大家都在看 我们也可以把它纳入预算里面 然后把它花掉 烟火式的花掉 或做很多的文字馆 但是我们也可以来把它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比如说像前阵子 行政院提出了四十亿的一个短期刺激经济方案 我们那这个短期刺激经济方案 那么一般认为是暖暖包 那如果说我们要来扩大刺激消费 振兴经济的话 那么汽车业是龙头工业 尤其它上下游就业的人口非常的多 所以怎么样透过我们这次超收的这个税收 然后达到刺激经济 振兴经济的一个目的很重要 那汽车行业是一个龙头工业 它就业人口也很多 那这就是行政院跟我这次提出 有关于汽车货物税应该减征的理由之一 也是一个好的时机 那第二个呢 这个也有利可循 在2008年金融海啸的时候呢 当时政府也曾经实施过 当时减征的金额是三万元 一辆车减辆三万元 那么实施的成效非常的好 那根据当时的计算呢 减征三万元 税损八十亿元 但是呢 第二年新车整个检讨下来 在那一年当中 新车增加的挂牌数 新增的有达到七万辆 达到百分之二十八 所以政府从货物税 牌照税增加了百亿元 换句话说 根据2008年的经验 他虽然提出了税损八十亿 达到来刺激经济 但是他第二年增加的货物税 或者牌照税 检讨下来增加了百亿元以上 所以政府 这个没有减少 反而赚钱 反而赚钱 那这次政府的这个计算 我这个个人就觉得很好奇 在民国在2008年时候 政府是减征一辆车三万元 税损八十亿 但是他增加的税收一百亿以上 这次他要减征一辆车子是五万元 结果他税损只有五亿元 那把我 我是要减征七万元 把我算成税损两百多亿元 但是他减征五万元 他的税损只有五亿元 比他自己2008年 他是减征三万元 税损八亿元 那我就不 我稍微消遣一下财政部 不要为了烘托自己的方案 数学乱算 结果我把他的这个计算基础拿来看 发现这个错误一大堆 而且比较基础不一样 那如果照2008年 政府实施的一个经验看起来 我这次这个税损 预计如果可以刺激七万辆 不要说十万辆以上 比照2008年 如果可以这个刺激到七万辆的 这个新车购买率的话 那么政府大概可以赚掉两三百亿的货物税 跟这个牌照税 如果按照2008年政府的这个计算基础来计算的话 第二个呢 我要特别强调 很多人在讲 在问说我的方案是七万元 政府的方案是五万元 它的差别在哪里 那我个人认为说 今年因为超征一千七百亿 超近七百亿 所以我们有筹码 我们不如稍微把这个刺激的方案稍微扩大一点点 另外我的方案跟行政院方案不一样的地方在于 也是这次很多民众打到我们立法委员办公室 打到政府部会或打到各委员办公室很重要的原因 政府要求说 如果你购买新车 你原来的旧车一定要强制出口 而且要同一人 譬如说张胜禾买了一部车 新车 他原来的旧车一定要出口 那如果他没有旧车的人怎么办呢 那你也不用买新车了 第二个如果你没有出口成功的话 那你也没有办法获得这样的一个简征 那我的方案是比照2008年行政院的版本 第一个不要求强制出口 第二个不要求同一人 第三个他也没有限制一定要有车的人来态换 有车的人态换 那这是政府2008年的方案 我个人认为政府这次的用意是好的 他希望说买了新车以后 你旧的二手车要强制出口 达到态换节能减碳的目的 基本上这个利益我个人是赞成 也是支持 但是我觉得他跟购车方案应该要分开来 我们应该要单纯的刺激消费 扩大经济振兴经济 所以我们这次的货物税的减深 应该单纯的鼓励民众来态换新车 但是出口我们如果要鼓励二手车出口的话 那这时候应该采取另外一个二手车出口的一个奖励办法 那跟二手车的业者来协商怎么样可以有助他们出口 那这两个事情应该把它切开来 这就好比什么我们前阵子提出40亿的这个刺激经济方案 我们并没有要求民众说你买了就买了新冰箱 你一定要把旧的冰箱或旧的电视你一定要出口 否则的话你不可以减税 我们也没有要求说那你没有没有旧冰箱的人 你不可以买新冰箱 那所以呢如果政府要辅导二手车出口 应该跟这个方案脱钩 应该另外订定奖励鼓励的一个措施 而不应该要求民间要求民众负担起这个责任 因为在行政院的版本里面 强迫指定要同一人要同一人出口 你要出口成功你才可以去 你才可以购买新车才可以获得补助 那民众所以这就是这两天 为什么这么多民众打电话到我们办公室说 第一个如果政府一定要这样子做的话 我们有旧车的人我是不可以不可以采取这个方案 第二个如果我有旧车的人 我一定要去跟二手车商妥协 甚至我要赔价赔本出售 那或者我要减价出售 那这样子的话把我的二手车出口搞定 我才有办法获得新车的补助 那你要去跟车商二手车商妥协 想犯法把你的车子出口 你才可以获得补助 一来一往之间可能政府也没有达到 补助民众购置新车的效果 那所以我个人建议说我们待会在审查这一部分的时候 我强烈建议政府应该回到2008年的方案 单纯的鼓励民众购置新车节能减碳 那同时呢也扩大刺激消费振兴经济 那至于二手车的出口问题 我们另外采取办法予以鼓励予以奖励 那最后我要特别强调 这个法案对中南部地区的民众来讲 非常的重要 为什么 因为中南部地区 花东地区 大众运输系统并不发达 所以仰赖汽车货车的比例非常的高 比北部的民众高很多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两天 打电话我们初估的统计 中南部东部地区的民众比例非常的高 因为当地的大众运输系统并不发达 那所以呢以上我把 我是一个理性的委员 我也是一个资深的委员 长期以来我不轻易的减税 那我这次在制定我的版本过程当中 那我有做一定的思考 那所以我把这些思考 以及我跟行政院的差别 进行提案说明 敬请支持 好 我们现在开始寻答 先做如下宣告 每位委员八分钟延长两分钟 上午十点截止登记 我们现在就请登记第一位的 许天才委员质询 谢谢主席 请教张部长跟曾子伟 谢谢 面对今天两个 面对今天两个题目 一般看的好像不重要 其实是非常的重大 那两个题目还在一起 真的在本期看法 时间上各方面可能都是有限 首先谈这个金融合并 本期一再跟很多专家 金融业者担心 事实上已经在发展 台湾的金融业 也是落伍的产业 也是衰退的产业 然后在今天的这个环境之下 台湾的金融业自己内部 不装进自强 很快的也会被这个外资 假外资 这个入资中资 这个恶性的并购 然后这一个 好像问题一大堆 大家都知道问题了 但是你今天提出来的既然要提出这个 这个合并的一个改革 怎么只有极限债 已经想合并的人的银行 给他多一点甜头利头而已 你对整个游戏规则全盘的问题 你怎么没有这个时候好好下功夫 提出一个完整的版本 你现在这个法通过以后 你就可以打亚洲碑 问题就是合并的障碍就排除了吗 就入战排除了吗 两位主管说一下 太负责任了嘛 丁委员报告我们很负责任 不会不负责任 不要讲那些空洞的话 具体 我担心的你把它这个辩驳一下 你现在提出来的是什么 来你现在提出来的是什么 注税优惠 这个简化再签人意义处理机制 那个想合并已经谈好合并的人 省一点成本 提高一点速度而已嘛不是吗 跟委员报告两点跟您报告啦 第一点其实金融业 这几年来其实获利也创新高 那其实表现 针对问题时间有限了拜托啊 针对问题集中问题答复嘛 有啊您刚刚讲说整个金融业在摔队啊 我是针对你的问题啊 好不好你摔队是事实嘛 你说不是事实 像毛院长说他经济表现很好 原来我查了这个 他的话我把它弄清楚 是经济成长力不低龄的话 就是表现比钱好 你事实很重视啊 喂你不要生气我讲的 笑话笑话笑话嘛 不是笑话 获利的创新高 我说北岛的经济金融非常坚定 你都悠哉悠哉 我没有悠哉悠哉啊 我比你更紧张 你这样通过以后可以避免恶性并过吗 没有问题 跟委员报告有关 什么没有问题 恶性并过怎么没有问题 第一个 好 台湾的这个民营的 这些金融业者 极大多数 多是这个家族型的财团 家族型的财团 好 再来 我们金融业的从业人员 主要的经理 好 多是金财经官员 跟金融业相互调换 好 台湾这么大 市场这么大 用人后面就是小圈圈 好 这是基本的文化问题 也是结构问题 跟委员报告 你这个游戏规则 你有没有去排除这些 可能引起的恶性并购 好 没有 有 跟委员报告 那你这个有 说出来 跟委员报告 金融业基本上 不可能进行恶意并购 说不可能 你有什么办法 让他不可能 有啊 比如说超过百分之十 你这个答案 超过百分之十 都消息干的 都没了 跟委员报告 超过百分之十 说不可能 超过百分之十 都是要经过 尽管会核准 所以 真的不会发生 那你核准的时候 你核准的时候 能够实质上 达到怎么样的 针对差坑的问题 加以防范 家族行的 家族行的财团 他现在要变成金工公司 又跨越经营 又跨境经营 哦 夹外资什么都困难问去 你有办法吗 跟委员报告 其实甲外资我们也可以查啦 你至少要 至少要有刹车机制 他要让我抓到这些经营 划以前的几倍 以前你躺过了 这就划一百倍 都没有这个机制嘛 经营委员报告 现在其实这个是因为合并啦 其他的部分再回到金融法 被并货者 你怎么保护他 我竟失败 我竟争输了 我说这些了 我的经验 我过去 累積的经验 我冲着的这个鸡蛋 都一戏之间化为乌有 好 台北市民被互帮并购 台北市还保留什么权利 他还怕有相关的董监事 董监事股份还有多少 大概还有十几%左右 十几% 是 他不能进一步买回来吗 买多一点吗 跟委员报告 他原来是百分之百 拥有自己的银行 麻雀虽小五丈计权 但是现在他变成人家的小股通 跟委员报告 但是整个从他净值 跟他分回分回来的获利 荒内的资产没有重估 去合并 到现在都是问题 人家再搁 他总统下冤后再搁 土利太严重了 跟委员报告 其实那个股价 我坊间听来是土利200亿以上 嗯 那尽管会怎么让他过呢 这是恶性并购 或是 或是 勾结的并购 跟委员报告 其实金融业要 那是医生人民 所以为什么这个民工工民 民工的这个银行的合并 大家都吓坏了 晕了官员没有个好人 没有一个保护国家 跟委员报告 其实你也做过行政官员 没有说一个行政官员 没有一个好人 我不赞成 我不是说 已经发生了在事情上面 该负责的没有好人 不然你讲说行政官员 没有一个好人 我不赞成 你看 你要变成我所有公务人员的公敌 没有 不是啦 不是你刚刚抢了 不是欧白说话 欧白指控 都了我的时间 我一直想下去了 一直没希望了 问到今后都没有针对问题啊 跟委员报告 我每一项要针对你的问题 不是啦 我说如何避免恶意并购 你们说你们的金管会管理得很严 没有问题 这一开始方法 哪一个 哪一个是 我说恶意并购在制度上的设计 如何去防范嘛 你没有嘛 哇 跟委员报告 以前所有并购几乎都是恶意的啦 几乎都合意的 这边来如何防范入资 如果入资来併吞 我们的这一个金融业者 因为这边高科技的 我要中国的市场 如果我不跟他互相参股 我那边市场拿不到 他们是点名了 你这一家不听话 我就让你死了 接着下来金融业一定的 台湾的金融资本 如果市场被掌控 台湾就完蛋了 跟委员报告 其实金融业 其实要有审查股东资格性 我们会了解他的最后受益人是谁 会了解他资金的来源 以后 以后如何在这个银行的金融业 这种特许性的 涉及公共跟国家经济发展重大的 这一个合并案 必须经过相当公开程度的公听会 取得大部分专业或是一般民众的信心 才可以处理 这样做得到吗 跟委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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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合并会死啊 因为太小了 而且太不争气了 自发 依赖自发性的 依赖自发性的成长 已经没有希望了 台湾最大 他自发的什么东西啊 照风最大 自发的什么东西啊 自发性的 就自己打拼了 不合了 不合了 自己去吃人呢 又没有能力 又没有丹饰 丹风价 丹风价就丟掉了 就是这样而已啊 不是吗 来来部长 你的公共病 公共病比较没有问题嘛 公共病 你做得到吗 公共病 财政部长 公共病正在洽巡中 但是也不容易 对啊也不容易啊 对 因为公共病最能避免恶意的并购啦 但是不容易喔 大家记得他他不容易喔 啊你 你今晚的主委 你都不用怕 你都不用烦恶 让我管 一切OK 好 包委員 其实我们很重视这个 不是啊 静下来 我没问题 专家学者收购提过的 网路上有的通通收集过来 一一加一 思考 不可能的 或是已经可以解决的 好好的列出来 向社会做个交代 好 这个最难的呢 大家在网路上看到说 政府这样恶搞 结果 你观点说我们都没有问题 就是这样啊 我今天用想谦卑的 跟你说我们政府的问题 没有 不然你们现在也要刷 对不对 我跟你说 他要看你 我没有打招 没有没有 我今天是很严慎 台湾 这样扁下去 所以这一次 你要过 我们就过啦 但是不能这样就停止 金融机构的过病 只有这边记得简单条例 要升级 要升本 租税优惠 犧牲财政部 的国库收入 这样就该关了 根本报告 其他的部分 回到其他的法制去啦 我们再讲 不是啦 你其他法制是一回事 但是你金融合并 金融机构这个合并法 你其他法制 没办法规换到的 甚至 这个要特 这个 要特别法的性质 优先于他的 要高 这个 这个优先 比他 力量强过他的 你要好好规换 还有另外一个 其他的企业合并 跟特息性的 这个金融业的合并 还是有不同啊 所以你这边 其他企业合并 可以的 这边不见得 一定可以 话说 一样可以 但是要补强 那这些都没有啊 根本报告 金融机构合并法 就是因为 是用器品法 不一样的部分 把它强化的部分 谢谢文子教 谢谢 不是 谢谢有点感觉 我时间够了 你说小小叫我下台了 意思是叫主席你下台 你下台 好啦我下台 時間够 時間够 好 接下来 請 吴炳瑞 吴委员 主席麻烦请财政部张部长还有经济部更为局务局长 张部长以及务局长 这一次 对于汽车的货务税 他抓的那个标准就是说出厂两年 是不是 是就是 出厂已经科过货务税了 持有满一年 出厂两年 对 如果出厂两年 然后如果有使用的是一年 是不是 要持有满一年 什么 持有满一年 自己啊 擁有满一年了 对 那现在 有很多人来澄清我就要问你这个问题啊 那那个库存车出厂满两年了算吗 库存车不算 不算 库存车不算 对 库存车因为他没有 牌照没有过货给 他还是卖不出去的车嘛 对不对 局长讲一下是这样吗 他车戟还在 他还没有车戟 他车戟还在 库存还在厂商身上 所以 为什么这么大声啊 所以没有 没有出来使用过的 没有使用满一年的不算 那要有里程数吗 是不是 没有限定里程数 但是他要拥有一年 谁拥有一年 这个 个人要拥有一年 所以不会由这个库存车来卖 应该不会 应该不会 肯定一点好不好 不是 因为库存车本身就没有 没有登记到个人 所以他本身就不是 试用拿他来抵货税 那你要对外澄清啊 因为来跟我们澄清那些中古车商 说这个就是要卖玉龙的库存车啊 应该不会有这样的现象 不会有这样的现象 确定了保证喔 是 好那请你先回座 部长 曾经问过你的问题 就是关于网路交易 是 什么磕税的问题 昨天是一一一一一 是 中国的那个 什么阿里巴巴 这些购物 网路又在那边大搞 这个什么 购物秀啊 什么多短的时间 爆充多少金额啊 请问你 这个问题已经咨询超过一年的 到底我们现在网路 磕到多少税啊 有 网路交易磕到多少税 有 我们 有关劳务的部分 在台湾的公司都有磕税 不管是Microsoft 或者是什么 Line 全部都有磕税 所得税 营业税 那货物的部分 因为有三千元以下免税 因此 我再问你的是网购 跟中国之间的网购 磕到多少税啊 那一部分没有单独这样 我们就是说 因为 有交易税吗 有 营业税有啊 进口就要关税 要营业税啊 对啊就是说包裹三千块以下 到底快下免税 你到底有没有三千块 你怎么知道呢 包裹给你分开寄送 那个是海关 海关加强查核的问题 所以你统计起来 到底磕到多少 我们有统计 我们请官务署 报纸的报导是这样子 他号称交易了快要一千亿人民币 里面台湾是他中国境外第三名的 所以我们这边的金额应该相当可观啊 那我们磕到多少税啊 有 我们有统计 这个请署长来说明一下 我先跟委员报告一下 这个快递货物 来的货物 来的货物不见得就是 什么所谓 光棍节的货物 不见得 我跟你说啦 其实是跟金管会有关系啊 因为你们这个货物的交易之后 他的资金流向是要类似用 所谓的网路银行支付宝这一类的东西嘛 从上面的资金流程 你才可以查到他做了多少生意啊 你光是从货物端这边来看 你怎么知道这个货物到底是三千块以上以下 你根本就没有办法拆那个包裹嘛 对不对 那你有没有结合一起 部长 拜托金管会曾主委 曾主委 我们也好不容易通过了这个网路支付的平台 对不对 那这个网路的网购 这是要透过支付平台交易的金额 金流是从这边流动的啊 没错 那要跟财政部配合 这个税不能跑掉啊 不会跑掉 像玉山银行就是代收代付这边 没有错 我们那个资料 本你一直讲玉山银行 你跟阿里巴巴 跟中国这边的网购是玉山银行 全部都玉山银行 透过玉山银行吗 不是啊 我知道主要是他代收代物没有错 有好几家啦 那没有问题我们 结合在一起嘛 我跟你讲网购这个东西喔 对于现在的实体商家来讲 他的成本比较便宜 他也没有电租 如果连这个税 营业税 什么货物税 这些东西都还不用缴的话 那对这些实体的商家 两三一要不要打趴啦 跟委员报告 跑不掉 因为电子支付都留下相关的 跑不掉 OK 我希望听到这个答案 统计一下收到多少税好不好 是 我们会跟财经部来合作 谢谢 那署长 官务署长先先请回座 两位请继续 你知道银行的公共病最大的困难在哪里 你们两个知道吗 知道 最大的困难我讲给你听 就是同一条马路上 两家公里银行是有两个分行 同一个区域 你公共病之后 他们不会剩下两个分行 剩下个分行 其实这也是银行合并成本降低的一个重要的理由 同一个区域 确实不需要这么多家的银行来服务 但是你们有没有办法想办法 有什么方法可以跟人家解决呢 不然这些公银行人家的公会 也是一直在团结奋斗求生存 各位委员报告 过去实体银行的部分 确实是这种情况 一条街上有两三家分行 但是尤其现在不合并 这个事情也同样发生 因为整个数位发展结果一样发生 所以基本上那个是权益怎么保障他 谢谢你的意见 曾正如伟 其实你这样讲他们听不下去 是 为什么 因为他们是公股银行或是公银行 对 坦白讲 就算假设有一天真的赔钱了 政府也是要编预算给他 我是说如果是公银行的话 没错 所以你讲说 因为他们这个网路化之后就是 就算这问题不解决啊 因为业务没有了 他没自己也 他不这样想 是 他想说再撑个几年他退休了 所以 你说的问题没有错 要解决公共病 就要先解决员工的疑虑 如何的做给予他充分的保障 或是给予他相适度的补偿 那 这个是一个很复杂的工程 我跟你说 因为有很多的公银行 或是公股银行 他当初还是考试制度进去的 他心里面还认为说他应该受到公务人员职务保障 你给我病一病之后你就 所以这个问题到底要怎么解决呢 跟委员报告我相信 我们会跟财政部来沟通 其实跟您报告 从过去换工股到现在为止 没有裁员任何一个人 没有啊 所以你看 我们就谈企业的合并 企业的整病里面有一部分 多余的人力本来就是要释出 我是讲观念 我不是说在具体的个案上 那你现在你去弄这个公共病 就病到后来每一个人 你都不剔除 你多余的人力 你都把他留在体系里面 那你病就失去意义了 他没有办法降低他的成本 跟委员报告 其实 那你唯一合并的好处 就是增加他的资本而已 其实 那个规模会扩大 另外其实 他们其实都有办理优退 假设条件够的话 其实很多的员工也愿意办优退 但是你条件够不够 涉及到整体考量 公部门最大的困难就是散门难开 我如果是私人企业 我这一次的优退 要给予多大的优惠 董事会决议 没有违反法律 大家都可以 但是公部门不行 公股银行 或是公银行 你的这个 你给他的条件 你不可以跟 比其他的部分好很多吧 不然的话 你跟前后的人 各位晚报 其实换公股 已经明硬化的部分 其实没有问题 现在已经明硬化的部分 他的优退条件 所以难怪人家土银说你要 释出百分之二十的股份 他反对 因为他算是一连贯的保障的机制 你像前面的机制一块一块切掉 就要切香肠 最后就徒雄必限 他就要面临那个 位置保障的 保护的这样子的 关卡的战斗 所以公公病 因为我都明白 如果我们认为最大的症结 是在这个地方 在没有想出一套很好的配套 可以解决这些问题以前 你谈公公病 现在都还太早 现在都还太早 原因在哪里 还没有到那个阶段 到那个阶段 他们要主公位来跟你抗争 对不对 是因为你还没有进到那个阶段 所以 在你们现在大台银行 银行合并 公公病是最容易 我看公公病是最难的 公公病真的非常的困难 因为困难度是这么的高 我看不出来任何的可行性 所以画大饼可以 但是做得出来 成绩的机会不大 你同不同意 跟委员报告 就金融主管的政策来看 因为换工股的资产高达49% 那假如只有其他51病的话 其实整个银行的结构 不会做大幅的改变 谢谢 如果你公营 私的银行给公的病 人家搞不好反财不会那么大 公公病 或是公的病 给私的问题很多 这个 没有我们想的那么简单 先跟你讨论到这边 谢谢 好 谢谢 下来咨询请林德福林委任 主席还有张部长曾主委 一位各列席官员 是不是请那个张部长跟曾主委 请张部长曾主委 两位财经首长 首先我要请教 因为我们都知道 瑞士信贷 这个表示 地利利时代弱结束 所谓地利利时代弱结束 就是美国升息 全球的股市将面临重创 那个张部长你有什么看法 我认为美国升息这件事 已经传闻很久 人民的预期心理也差不多都实现了 所以我认为他即使12月升息 他的影响已经受到最小了 那曾主委你的看法呢 其实从过去的经验 2004到2006 这段期间 美国从1%左右升息到5%左右 那时候在这两年期间 在台湾地区的市场 买超了 买超是14个月 卖超是10个月 所以美国升息 跟在台湾的外资的买卖超情况 过去的经验了 其实不一定是升息就会卖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最近几天 其实到外资 10月份有很多的外资流出去 但是11月份又有回流 到昨天最新的数字是1956亿美元 所以基本上外资其实到现阶段 没有重大的大幅的流出的情况 要是说这些外资 因为美国升息的关系 会不会他们会流出去 基本上我相信会流出去 但是我非常赞同 刚刚部长的讲法 因为这件事情 是大家意义其之中 那这件事情 这不确定因素 假设对一个股市来讲 这不确定因素 假设能够一确定 能够消除 那对股市我觉得是正面的影响 因为那个外资大摩 下修今年目标 我们整个股市说到8300点 那这波主要修正的原因 当然是来自内资散户 那为什么我们国内这些投资人 对我们里面的整个股市投资 没有信心 那个张部长你有什么看法 当然因素多重啦 一方面是这第二季以来 国内的经济景气低迷 那国外的那个动能也不振 二方面像正所税这些未确定的因素 也还没有尘埃落定 所以有影响股民的信心 有多重因素啦 那主委你有什么看法 是 有关散户的部分 其实这段期间 整个总体经济 表现不是那么理想 我相信是很重要因素 而且 而且这两天主要是怕美国升息 还有MSCI 会不会调降全数的问题 主要这几个因素在影响 谢谢 那个主委啊 因为根据金管会的资料 10月 这个外资净费入 15亿美元 11月以来外资持续呈现净费入 那这两天外资虽然卖超 但是外资并没有汇出 那请问外资持续的费入 那也没有持续的买台股 那如果没有持续加码台股 那金管会是不是应该 要有所作为 官委员报告 他费入 跟他投入股市 过期的经验有一定的时间落差 不过我们会注意 他有没有依照规定 比如说他现在假如会进来 那百债公司债跟公债的部分 最多不能超过30%的部分 这个相关的规定 我们会同央行去执行 谢谢 那接下来我再请教 因为马锡会 当然 会看到习近平公开 欢迎台湾来加入雅头行 那财政部 张部长又说 预计最快明年 年初就可以申请加入 那对于是不是代表 台湾已经取得 陆雅头行的入场券 部长您说在台湾尚未加入前 一切要谨慎乐观 那请问主委 台湾加入雅头行 是家务市的论联 是不是在马锡会解决了 那马锡会前的这个大帐 你说是不是就反映出 两岸和平红利的这个状况 那这几天的股市又回党 回了450点 你怎么看 各位委员报告 有关马锡会 他是两岸交流的重大 重大发展的里程碑 那在这重大里程碑底下 两边的交流 会更深更广 会带来两岸 复利共赢 那在这个架构底下 银行证件保险的 以后的合作 会更深更广 那至于对股市的影响 跟委员报告公布的那一天 就涨了143点 那后续我相信 两边的合作更深更广之后 它的效益出来之后 慢慢会反映到股市的基本面上面 部长 您看马锡会后市是不是要继续看 您您看 是 我认为至少马锡会 让两岸的和平 有比较稳定的一个展望跟基础 所以只要国内的经济动能提升 我认为未来 对股市应该会有正面的影响 主委 因为金管会前几天宣布中 11月30日起 扩大这个融资融券 那被追缴时 可抵抵角范围 并换宽交割款项融资用途 投资人操作 让他们能够更灵活 那避免被断头 有助于挹注台股的活水 那请问 推出这么多波的这些刺激股市的措施 为什么成交量到现在为止 还并不是很有起色 跟委员报告 其实成交量的部分 跟委员报告 今年 比如说像今年的成交量 最新的数字 像11月份的成交量 到昨天为止是1276亿 所以11月份的成交量 是有适度的放大 11月份只有1142 9月份只有1056 那也就是从9月的1056 第10月的1142 到11月份的1276 有适度的放大 尤其非常谢谢委员 还在座委员的支持 假设正所税的这个个案 法案的明天 能够删毒通过 我相信对量的扩增 会有很大的帮助 你很有信心 是 部长你有没有信心 有 一样是有信心 有信心有期待 因为本期只能我说 是不是台股的标的不吸引人 还是大环境基本面差 或者是市场本身看坏 或者是人为的干预 还是这个颓势难晚 是不是有这些看法跟因素存在 那个 市委 其实财报 根据1到10月份的财报 上市上柜总共是24.6兆 跟去年比较 还有百分之0.3的正成长 其实上市上柜的公司 很多的上市公司 其实基本面还相对不错了 总体来讲 没有负成长 还有百分之0.3的成长 达到24.6兆了 所以其实很多的个股 还是有很高的投资价值 那个主委啊 因为今晚会推出股市措施 希望投资人操作更灵活 也可以避免断头 但是从目前的成交量 其实来看 你认为这个融资融券的散户投资人 和过去相互比较 人数是成长还是衰退 基本上 现在当然很多的散户 没有进场 没有进场 不过跟委员报告 郑守税能够通过 还有健保的补充 鼓励补充保会 能够起征点 能够从现在的五千 提高到两万 我相信对散户 会有相当的帮助 尤其跟委员报告 他那个起征点 不是你个人 是每一家公司 花旺鼓励 为一个标准 所以其实对散户 有非常大的帮助 那个主委 因为如果散户人数没有增加 我想今晚会推出 再多刺激这些措施 你能够 你认为 可以把这些散户找回来吗 跟委员报告 其实很多的制度 必须做进入部的开放 进入部跟世界接轨 因为整个国际市场 整个资本市场 非常国际化 而且国际的很多的机构 一直在评价 所以我们不管怎么样 还赶快加速开放 尽数跟世界接轨 主委 因为尽管会公布 预计推出到明年二月 二月份的这些提振台股 动人五大措施 就本期看来恐怕只是 只能治标 那请问你的看法呢 各位委员报告 其实影响股市的因素 非常多 包括经济因素 跟非经济因素 那里面还包括 很多的交易制度 交易的效率等等 那尽管会 会就执着之所在 检讨相关的机制 进一步来提升 整个股市的交易动能 你认为推升台股量能的 这些资本之道是什么 因为张部长说 目前啊 国安基金只进不出 但是就陈江亮来看 是不是 确定啊 进场后 就根本没有再加码 你认为国安基金 是不是有继续再加码的必要 各位委员报告 国安基金对稳定股市 有非常重大的功能跟贡献 但是他进场的时候 其实我相信对股市的稳定 还有未来发展 我相信会有很多正面的意义 谢谢 最后一个问题 主委啊 因为张部长说 短期全球需求疲弱 那这个情况不易好转 但是从近期出口的三个月 这个减幅从14%缩少到11% 而且外销订单衰退幅度也缩小判断 所以也缩小判断 那再加上 那请问你认为 部长过去的意乎都很精确 我非常赞成 我的想法是一记比一记好 那你认为这个出口确定好转 那你认为是短期的现象 还是长期的趋势 我请教你们两位 那个张部长 你的看法呢 当然这个趋势只看这三个月也还太短了 但是我们看起来有转好的迹象了 那从年底 接着年底啊 我们看出来 不管是光棍节 接着感恩节 接着圣诞节 各国的旺季都 消费旺季快来了 那明年 对 那明年啊各国的预测 也比较好 所以我认为应该有好转的迹象 这样齁 好 主委您在看法呢 我赞同看法一样 而且明年会更好 谢谢 好 谢谢 我们现在请赖世保委员 主席各位先进 我们请一下这个金广卫的主委好吗 我们现在请曾主委 主委你好 主委你好 是 马锡会以后外界金融界 其实有一个期待 这个期待就是 RQV有没有可能 跟福茂脱钩单独走 让这个一千亿的那个问题 能够马上得到解决 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 我看到媒体有在报道这个事 是 跟委员报告 其实马锡会是两岸 之间的 过去发展的很重大的一个里程碑 在这个大架构底下 我相信两边的合作 包括银行证件 保险会更深更广 所以RQV一千亿的部分 过去 过去 其实 在我们的理解 在中国大陆的不同机关之间 有不同意见 那在这个大架构再好的气氛底下 要突破 我相信它的可能性 会比以前更高 也就是说有机会 这个只要单方面 他说放就放了 对不对 就是他而已 跟我们没有关系 跟我们福茂也没有过也没有关系 是啊 所以他只要 诶 气氛不错 就把它放掉 放掉就放掉 没错 所以就这一项 就这一项是单独的 对 跟那个证券全资全赵 那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所以你要认真讲 当然如果大方向来讲的话 其实 所有的跟金融有关的 其实老实讲 都不需要绑在福茂 当初就是为了要 臭业绩 看得比较漂亮 所以跟委员报告 我这样讲求你 我这样讲对不对 我补充一句 RQV 其实就是两岸双赢最好的例证 怎么讲 因为你RQV到中国大陆去 也是吸引台湾的钱 到中国大陆投资 我们这里买了一堆人民币 过不去啊 硬注到 RQV才过得去嘛 硬注到中国大陆的市场 对他们也有利 那我们的人民币 我们的资金也有趋路 才有趋路嘛 不然的话 买一堆人民币 你有地方趋路嘛 所以这个就是 两岸 两岸 互利 共赢的最好的例证 假设可以突破的话 你有沒有再努力啊 我们 努力努力 你有沒有再努力啊 我们再努力 你偷偷讲一下 有没有很认真 我们尽力再努力 尽力尽力 你竟然 你们讲整个包就是说 后面加一句 我再努力 很快看到 很快打阵 有没有很快打阵 請问 因为这个涉及到 两岸的事情啊 我真的是 还不能讲 不是不能讲 因为假设本身 我们可以掌控的 我当然可以打包票 但是涉及到 这还是要谈 就是换一句话说 现在来讲 就是看他啦 他只要觉得说 这个气氛不错 这个桥搭的不错 他说 放了 那就放了 而且跟我们报告 这个就是两岸 两岸互利共赢最好的case 是 但是在某些若干的地区 是已经可以嘛 对不对 像昆山 昆山 关系企业 可以吧 对不对 然后像平坦 可以吗 他的自贸区 基本上 福建的部分 因为他的细节还没公布 OK 是 最近 大家看的 这股市 为什么都 看起来还是很辛苦 为什么这样子 你这个金管会主委 你想看 这两天的主要是 几个因素啦 近期内几个因素 就是 整个GDP的 这个成长不如意期 这第一点 第二点是美国可能升息 第三点是 请问你喔 对 升息喔 照理讲就是利多啊 对不对 他短期有点压力 但是 就是因为他比较稳 美国比较稳的 他才敢升息啊 他稳下来了才升息啊 所以请问你 我能不能解读为说 美国的升息 对台湾的股市 应该是 短空长多 我这样可以解释吗 各位报告 我赞强 另外其实我也认为 他是 不确定因素 不确定因素 消除 对股市是正面的 绝对正面嘛 因为你一直 大家一直觉得 不知道什么时候升息 不知道什么时候升息 因为他是看经济的一个成长 虽然大家都知道 经济的未来发展还很辛苦 是不是 全世界都很辛苦 可是在大家怎么看 怎么看的话 大概最坏也就是这个样子的 而且 就美国敢升息这件事情 就代表美国自己认为 他的经济的复苏 经济的发展 已经某种程度是稳定下来了 没错 稳定下来了 就是好事啊 但是从那个角度 当然会 一升息 当然有些钱要跑回去啊 所以现在外资是不是在撤啊 会不会这样子啊 两个 谢谢委员的指教 两个层面看这个问题 从总体经济面来看 是因为美国它稳健 复苏成长 所以对台湾的总体经济面 它是有相当的正面的效果 这是第一点 那股市的部分 当然有一部分的资金 会回流到美国 但是 其实因为它是对股市来讲 最忌讳也不确定因素 它已经确定之后 我相信它 会是一个正面的影响 不确定因素消除了 谢谢 美国的本益比 跟台湾的本益比来比较 我们多少 它多少 我们大概 现在大概13左右 13左右 美国呢 美国大概15 16 15 16左右 15 6左右 15 6左右 大陆呢 大陆 大陆 大陆现在大概20倍左右 20倍 相对台湾的股市 相对便宜啊 没错 便宜很多啊 是 现在是不是投资好机会啊 跟委员报告 其实最新的财报了 最新的财报 是1到10月份的财报 营收是24.6兆 获利呢 获利还没出来 跟去年成长比例 还是0.3%的成长 其实上市 这是总体面喔 所以 整个很多里面的 上市上会有很多 具有高度的投资价值 好 谢谢 我们请张部长 我们请张部长 賴伟好 部长你好 你那个推出说要 旧村外销啊 对我们游委员啊 这样子 说 另外一个方式 来把它打过去啊 你怎么看这个事情啊 这个 这个 完全不同的角度啦 但是当然 我会觉得 这个税 税 税损的问题 可能要考虑啊 你的 你的方案 税损会多少 我们的方案啊 税市支出是正的 就是 一年会增加17亿 五年 我们十四五年 会增加87亿 可是人家外面 一直挑战你啊 说 这个状况好 他都不会外销啊 状况不好的外销 卖不出去啊 所以 你等于看得到吃不到啊 会不会有这个东西啊 这样 呃 我们的以中长企为主 要开拓中股车的外销市场 那当然我们也 昨天也有思考 也有思考 那卢委员的案子 如果做适度的修正 怎么样 适度修正 比如说 如果不一定要出口 因为卢委员 刚刚也有讲啦 不一定要出口 但是呢 卢委员是全部减税 那当然 所以说损失太大 因为现在37万量 你不减税 他也照样卖嘛 那你全部减税 当然那个对 刺激景气的效果 没有很大啊 因为他本来就卖 但是如果说有一点功能 旧车出口 换新车 这绑住可以 可以减 那如果旧车不出口 他报废 那旧车会减 这样的话 也许可以 呃 刺激景气 然后又可以节能减碳 那旧车换旧车呢 旧车换旧车就没有啦 因为那个不扣货物税 旧车换旧车没有货物税的问题 那旧车换新车呢 对 就我们就 旧车换新车 我跟卢委员报告 卢委员也在这里 如果这个案子通过 旧车换新车可以减货税 那旧车出口 那个案子就会被盖掉了 行政院的政策目标就达不到 我们长期中古车 长期是要发展 对 那个旧车的外销市场 对 这个你可能要讲清楚 如果这个 如果说很简单的 旧车换新车可以 那要绑出口的案子 就会被打掉了 会被盖掉了 对 这个 大概200亿是很大一笔 如果是真的这样子 就是要很慎重的 是 那么 最后一个问题 这个现在 最近这两天 有一个很夯的题目 什么 这个马云的双十一 什么之类的 这个电子商务的这个 这一部分 这个到底 我们的人直接透过网路 买境外的 这个税怎么去处理 你税怎么处理 委员很简单 就我们半岁的人来讲 东西就两种 一个就是Goods 有型的 一个就是Service 无型的 那Goods 我们进口才克税 因为在消费地克税 所以出口跟我们无关 进口我们就是海关把关 不知道我从进口啊 我从国外买进来啊 对对 从道路买进来啊 就在海关把关 那海关把关 因为有 我们有为了减证 是有三千元以下免税 我们就抓那个 有没有高价地报 有没有化整为零 有没有同一家 但是那个厂商 又不要给他克税 那厂商啊 厂商如果是在国外 国外的 没有 出口本来就不克 我们是克进口者 欧盟是采取 许说啊 登记制啦 你要完成 营业登记的 外国电子商 电子商位的商商 才能够在台湾发展业务啦 那个service 没有错 那个劳务部分 劳务我们台湾几家 都有克到税 Uber也克到税 LINE有克到税 Microsoft Booking Facebook 全部都有克税 马云这个呢 马云这个部分呢 马云这个部分呢 阿里巴巴这部分呢 看有没有登记啦 他把网啊之类的 他如果没登记 你也克服到啊 没有东西还没有 阿能不能强迫他登记 呃 这个部分老实讲 有些国家在强迫啦 我们在观察其他国家的趋势 马云目标这么大啊 你给他 给他 你有机会 去找他谈谈啦 那是不是登记一下 目前还没有 目前还没有 未来会有机会见面 有没有想接触 未来有机会见面 什么地方可以先跟他见面 在某一个大学 要请他来 做大数据的演讲 可能会请我去跟他见面 什么地方 还没有呈 在台湾哪大陆啊 在台湾 在台湾吧 国立大学 私立大学 在北部 在北部 所以那个地方会 你们两个会见面 记得跟他讲 台湾的国会委员很关心 请他 既然他是一个 这么创业这么成功啊 按照台湾的规矩 登记一下 会 那大家都会比较好 要告诉他喔 目前有登记的六七家 我们都有刻到水 对 你请他登记一下 我认为他应该 会登记啦 他目前是没有登记 是刻不到的 好 对不对 因为欧盟都这样做嘛 好谢谢 我们现在请卢秀燕委员 主席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要请曾主委张部长 还有经济部的吴局长 请上台 谢谢 我们现在请曾主委张部长 还有吴局长 哎 陆委员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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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位首长好 我想首先请问一下 因为明天啊 各党团都发出了假洞 假洞是为了什么呢 为了正所税 那当然呢 有可能明天达成协议啊 但是也有可能明天让我们白跑一趟 一事无成 那另外我更担心的是 有人利用这个机会啊 上下其手 因为成不成局 对于股市都会有影响 所以呢 今天在座的各位 尤其财经两部会的首长的态度 非常的重要啊 就是有关于正所税 到底我们明天能不能成局 要怎么修啊 那这个 第一个关键 当然就是到底是要直接废除 还是我们要采取现在国民党版 那至少曾主委跟张部长 你们两个要取得一致啊 你们两个意见不一致 然后委员也不一致 那明天就会破局嘛 那你们两个现在能讲一下 我想就是国民党版 现在已经一致了 用国民党版 不要再提一件 就让这个案子 尽速通过 快速通过 才是对股市有利的 OK好 那曾主委呢 是我赞成尽快让国民党版本 赶快能够尽快通过 让这个不确定是消除 所以尽量其他的这个版本就不考虑 那第二个呢 这里面又有再修正版本 有几位国民党团委员主张说 拿掉这个只有何时课税 就是只有单一何时课税制 那这个曾主委你的意见呢 这个再修正的版本 跟委员报告我的理解明天早上 国民党也会开党团大会 我相信到时候会取得共识 那我相信取得共识之后 能够尽快进入三读 所以如果再修正 就是国民党团版再修正 就是把他的课税方法 只维持在一个设算制的话 是可以的 你可以接受 我的想法是可以接受 但是尽快完成三读 尽快让这不确定因素能够消除 我希望因为明天早上 有国民党的党团大会 我相信可以取得共识 那张部长呢 从立法的效率跟技巧来看 我是认为一个版本让他快速通过 不要再修正 再修正又会有争议 有之一大家又来讨论 其实就效率的 立法的效率 所以你看你们两个这一点又不一样 不是他也是一样 就快速通过啊 他也希望快速通过 我们也是一样 我只是多说了一点 就说要快速通过 要快速通过的话 尽量用现在国民党团板啊 就能够 那我可不可以讲 今天财经两部会 在我们财委会已经达成共识 明天就是最优先就是 以现在的国民党板在里面 也不要再修正 也不要再有其他的提案 那当作唯一通过的目标 对 站起来 我快当行政院长了 整合你们的意见 接下来我想请教一下 当然明天证所税如果通过 修正案通过的话 那对股市当然希望有正面的注意 可是呢 有很多人他本身并不认为 他会产生这样的效果 就像很多人对马奇会有期待 可是这段时间股市上上下降 像我们这个民间的财经界的龙头之一 蔡宏图先生 昨天在APEC的场合里面 接受记者访问他就提到啊 今年底以前啊 要上万点蛮悲观的 他说上万点没人性 那曾主委 你身为这个证券市场的这个主管者 有人这么悲观你的看法呢 跟委员报告我 因为蔡董事长 他也是金融界的这个大佬 他的观察 他的发言 我相信有他的依据啦 我们尊重他的看法 所以你觉得上万点很难 年底前上万点很难 因为老胡讲啊 到底什么时候上万点 那会不会上万点 其实我们尊重市场的机制 那当我们的跟委员报告 我要特别利用机会报告 其实正所税即使明天通过 其实他不是特效药 我要特别讲 因为他其实是让这个不确定因素消除 让他的整个股市回到正常的机制 那我们不记望说他一过 都一费充天 但是他会让市场回到 该有机制 让上市上位基本面能够充分反应 所以你也不会特别做多 政府不会特别做多 特别选举行情 选举行情 没有选举行情 但有基本面的行情 假设基本面好了 相关的经济好转了 上上柜公司获利不错 那他就会反映他该有的行情 是 张部长 那对于蔡宏图先生的讲法 您的评论 我也尊重他的说法 大家都说 不太会上万点 不是 我们不预测 我一向都不预测点数 但是他有这样的看法 让我们尊重 另外我要请教吴局长 还有三位的说 前不久我们推出暖暖包方案 就是拿出40亿 要来刺激买气 那扩大振兴经济 但是最近我接到很多民众的投诉 他们强烈的怀疑 有部分的商家先涨价再补助 换句话说 譬如说这个旅游方案 那一人一千块补助 可是呢 可能定价本来是一万块 那结果他有可能先涨成一万一 然后再给你一千块的补助 或者是买一些电器品 本来这个电视机是两万块 结果呢 他把它定价定成两万一 然后呢 再告诉你政府补助你两千 那所以我想请问这个工业局 经济部啊 请经济部 你们在推出这个方案之前 有没有对于这些商家他所适用 这个短期刺激机方案的这个办法的啊 有没有先去查价 就查他本来应该是多少钱 那譬如说这台冰箱本来应该是这样子 结果他先涨价 然后再涨价 结果呢 民众并没有实质获利 结果被厂家吃掉这40亿 那所以请问 经济部在这个实施方案之前 有心进行查价工作吗 各位委员报告 因为工业局负责的这个是2G转式局 就是手机的补助啊 那这部分我们 因为手机这个部分是比较单纯 那这个大概主要是六个营运商 所以我们基本上都有做相关的查价 他的动作 而且我们审查的时候 都把这个列位重点 更重要是6加113 他除了这个2000块补助 他都额外再搭配很多的优惠 好 那请你把你们事先查价的这东西 给财委会的委员今天给我们 第二个也请你公布在经济部的网站上 让大家可以去查 就是我这个东西到底有没有被贵到 有没有中间被吃掉 那有没有先涨价再补助 这种情形 请你们公布可以吗 这个我们可以来 来这个做到 对对最好 因为你这样已经做了 最好一两天之内能够把它上网 那也同时提供我们参考 那另外我还有个小市民的题目 这个有小市民投诉 就是说因为他最近收到地价税单 那要缴地价税 那在缴税的过程当中 他发现说他可以适用自用的税率 他本来是被就是申报一般嘛 那最近有状况 所以他可以适用自用 所以他去要更改他的税率 结果他去升改的时候 我们的这个财政单位告诉他说不行 你只能一到九月可以进行变更 十到十二月不能变更 你明年才可以适用新的税率 他说为什么呢 他说因为政府的规定就是这样子 为了我们作业方便 那可是呢这是他的权益啊 所以我要请教部长啊 如果他这种税率的变更 应该他随时政府都应该受理 那随时都应该开始适用 你不可以以政府 那他的这个方便为主 政府告诉他说 因为啊我们每年一到九月 在处理这个事情 十到十二月就专门在收税的 那你不可以以政府自己的方便 来防害民众的权益 那这个东西 可不可以请你今天宣布 你的税率变更 你从你任何时间都可以申报 那报的时候 从那时候当下就可以 你可以事后退他嘛 但是你不可以说不受理啊 那这妨碍到他的权益 为什么我不可以在十一月份 因为他十一月才收到税 他十一月才要去费 他才知道他可以用心的啊 那结果你竟然不受理 八委员我想税务行政啊 增纳双方都要互相配合了 也不是说只为了激增行政的方便 纳税人要一定 为什么我们开增了以后 有一定的缴纳期间呢 如果随时都可以 那缴完了又还可以 那讲白点就增加增纳双方的困扰 所以我们有一定的期间说 规定大家说9月 可以嘛 他可以配合你们 但是你可以退税嘛 9月20号 他可以先缴嘛 他可以先缴嘛 但是你不可以说 这是他的权益 他已经他要 他真的开始现在适用自用啊 他条件都符合啊 那么可以说他不适用呢 不受理呢 你可以让他先缴 为了你的方便 但是你要事后退他啊 委员这是法律的规定啦 就是说土地所有权人在每年 低价税开征40年前提出申请 如果法律这样的话 我可以来修 你也可以修 但是你们接不接受 但是如果随时啊 当然讲白一点就是 增加双方的困扰比较多了 怎么会困扰 我不会困扰 事实上这个游戏规则 已经这么多年 大家也都遵守了 不是你听懂我的意思吗 我了解 我是在讲说他的权益是 这时候他随时发生嘛 因为今天本来我房子出租 我当然用出租的税率 但是我先收回自住 那当然是我应该可以 那你怎么可以政府的 侦纳方便为了手续 而妨害他的权益 研究一下看看说 放宽怎么样的期间啦 但是 我是赞成说 他从他权利开始申报 那天开始 他就应该适用 而且这个申报的申请日期 不应该受限于你们的方便 一到九月 他随时都可以申报 申报以后 但是你可以按照比例来计算 我们研究可以吗 我们收集一下意见 然后看看这一条 四十一条 放宽多长的期间 就要兼顾 应该是全年适用嘛 那只是说 全年适用再来研究 看看有没有流弊 好不好 一下子想不错 我这样想不应该均数 而是从他申报变更的时候开始算嘛 对不对 那这个东西是他的权益啊 政府不能以自己的手续方便 妨碍他的那个 我们研究看看 看怎么样比较好 最后一分钟 我想请你们这个表态一下 就是有关于这个 刚才我们讲的今天这个货物税 部长请你计算一下 请你计算一下 如果 如果 今天的这个方案通过的话 用我七万元下去计算 如果能够达到2008年 2008年这样的效果 增加了百分之二十八 7万辆的这个这个 新车购买率的话 政府可以多收到多少货物税 货物税 那另外 因为增加了这七万辆 导致你每年 如果你在开这个减税期间 这五年 假如十四五年的话 那这样子的话 那每年都还有收到多的牌照税 多的这些税募嘛 那这个东西可以增加多少 请你计算一下 因为我们要计算一下才知道 你税损的 但是你另外一方面又税收又增加了 那这样子的话 一收一紧之间 那怎么样来抓到中间 你刚才我也听到 你在讲的过程当中 我也听到 你有妥协了 就说那是不是不一定要出口 如果出口这麻烦 那也许我们可以采取 那譬如说他报废或什么的奖励 我也听到你的妥协 但是我们待会要有 所以我就说 我这边你不用答询 我不是 我只要讲一句话 报委员 您的案子是刺激展短景气的 可以说是短期方案 我们这是开拓出口市场 是可以说中长期 可可以搭配了 但是呢 不要说你那个方案 把中长期方案也盖掉了 那行政院的那个版本的目标也没有了 可能我们可以修正一下 就是说你的以刺激短期警惕为主 我们以中长期开拓出口市场为主 当然 对 你是你是部长 我是理性的委员 法案的行商 本来最棒的民主地方最棒 就是大家集思广义 从不同角度来使用办法 那我接受民众的困扰 就是为什么要是同一人呢 他为什么不是大水库出口呢 那一定要我卢修院的车 我卢修院达到确定出口了 我们就是这样了 那我才能减税 那你就让他吃 看得到吃不到嘛 那这个减税方案 就是等于是白搞了 这样子 就是持有满意 我可以啦 但是但是我刚才讲的东西 你不用现在打群 请你计算 好 因为我觉得我的方案 比较可以刺激警惕 可以达到税收 比你的方案好 因为你的方案可能会 看得到吃不到 委员这无法比较了 一个是短期 一个是中长期 没关系你先算我的嘛 可以增加多少的税收 好不好 谢谢 可以备合了 复补了 好 我们现在请罗明财委员 谢谢 主席各位委员出列习惯 大家早 主席柯佛请张部长 还有 我们请张部长 曾主委 曾主委 下一次 因为你讲得很准 那天 那天还没有见面 我问说 会不会提什么 就果然是亚投行 这个议题啊 就有提到 而且这个时辰啊 好像很快就会展开了 那我们希望说 张部长可不可以下一次啊 在第二次 马席会 或是第二次 两岸领导人见面的时候 可以提出一个概念啊 就是 希望 台湾不是所有小部分的 这个什么 自由贸易区啊 等等啊 我们让整个台湾岛 都成为啊 一个 华人 全世界华人的一个 自由经济贸易中心 那在这个地方 就是 全世界的华人 在这个地方啊 永久中战 永久和平 就像类似的一个这个 中立国的一个概念 能不能请部长 下次也提出这样的一个概念 谢谢委员 我想这个 陆委会主委说 短期要看到二次马席会大概 还 就短期内大概不容易见到啦 陆委会主委 那是他对外的 对外的一个说法啦 因为之前问他说 有没有可能 他说不可 可能性不高 就一讲完了以后 马上就见面 不过我们是希望 未来预期里面 如果有这样的一个 谈判的时候 我想对 台湾未来的发展啊 是长期性的 是非常好的 那我这个会讲到 这个就是讲到一些 外资进出啦 以及 种种的这个 的一些现况 我想要曾主委 是 你说 现在外资回来了 外资到底回来多少 会不会持续 因为正所税的废除啊 会加大他的力度 是 跟委员报告到 昨天的数字是 存量是 1956亿美元 美元喔 都是进来台湾吗 是 全部都进入 买股市吗 买股票 絕大部分是买股票 是 我发现喔 他这个好像 全世界这个 都很关注啊 整个布局啊 包括 像台湾啊 几个这个 像今天讲这个金控啊 强者很强啊 你看这个金控啊 从阿扁开始 二次金改以后啊 台湾现在剩下的是 无辜菜花 还有 马 元大 我在一直在分析说 为什么这些人 就是 有他的 这个生存之道 也许他很认真 也许他平常 是做很多的分析啊 请问蔡宏图你认不认识 认识 蔡宏图董事长啊 他说 明年啊 排骨有机会要上万点啊 那他讲的话其实是 很有 参考性 而且值得大家去注意 为什么他会这样说 主委 你有没有什么样一个原因啊 是基本面变好了呢 还是因为镇索脆废废掉了呢 还是什么样的原因啊 事实上这些授钱公司啊 听说已经开始悄悄布局 是因为废除镇索税的关系吗 跟委员报告 镇索税的 这个法案 假设明天 大院能够取得共识 让这个不确定因素能够消除 我相信对股市有很大的 中堂期的发展有很大的注意 这是第一点 另外 普通股利的 扣角起征点 从五千块提高到两万块 我相信对散户的进场 可以提高很多的诱因 那另外 总体经济面 基本上这样看 每一季足迹会 会比原来的一季 会变好 另外明年我相信也会比今年好 所以意思说最差大概就是这样子 是 所以我们也希望匹吉泰来 另外这个刚刚讲的是基本面 它外在环境等等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是筹码面 我想请问一下国安基金 那个张部长 从上次宣布以来 国安基金说只进不出吧 是不是 对 还没有卖过 那问题从大概一个月前到现在 国安基金也没有再进去 都没有再买 有那是专业的问题 专业从上次开始买 买不到一两百亿 大家都觉得国安基金好像是小气超盘手 不会啦 国安基金主要的在稳定股市 有国安基金授权在场 股民的信心就很强 从国安基金宣布进场到前一阵子 涨了一千五百点 当然最近有肥党 最近还有在买吗 当然那是机密 那不是我 那是执行秘书 好像通通都没有买 不过最近大概 因为这个让经济希望能好一点起来 的确国家代表队 发挥了相当大的一个作用 我们希望在至少在明年 因为1月16号选举 1月16之前 大家都是不要有一些什么 非经济因素政治因素所干扰 我们希望说这个国安基金 有没有在这段时间可以办好一个 这个比如说救火队啊 或是国家联盟队啊 这个救世的一个概念 当然吴次长是一个很专业的证件 证件人员 他专场都在证件 他很内行 所以我们再看一看 蔡宏图先生 董事长 所讲的也不无道理 因为下来的话有人去护盘 上去外资又进来又废除正所税 所以觉得 容景可期 我们也希望说 把好的经济成果 分享给所有的 台湾所有的人民 因为经济热络就是这样 因为我们看像今天货务税条例 这个部分 事实上就是一些不断的来怎么样来增加 来这个触动这些经济的发展 那货务税条例 第十二条之五 如果过了以后 税损会有多少 那未来增加的这个经济效益 有多少 如果照行政院版的话 我们十四五年会增加税收八十七亿 那产业界的产值会增加五百亿 那会增加一千五百人的就业 就业集会 就五年 所以我说希望好的这个法案 大家也可以多多共同来支持 来推动 好 谢谢部长 那我请一下曾主委 我们这个所有的银行 经过这十五年二十年不断的推动 以前还有所谓的二次经改 那我们看到强者很强 这个整个整病了以后 台湾剩下几家经控公司 现在十六家 十六家 这个未来拍照还会再增加 不会 就是严格控管 不会 就是以目前的情况十六家来做 十六家已经太多了 还太多 那有没有可能这十六家再整病 或是减少 他们假设愿意整病 尽管会会鼓励也乐观其成 所以为了增加他的效能 是 打亚洲杯 是 那最近这样打起来的话 有没有比较积极的 我看好像是民间跑得比较快 工股的部分 亚洲杯 那些主委喊了半天好像还没动起来 工股的部分他比较 他设分制机构会有 但是去变购还没发生 我们看到现在整个金融环境也在改变 有数位的概念也好 很多像淘宝网等等 都是创新过去的记录 一天的成交大概快近千亿 面对这样一个发展 不晓得主委对于未来银行的这个交易模式 或者人民生活习惯 习惯上面 会以为没有什么比较不一样的改变 跟委员报告 以后整个金融科技的发展 像这些劣势支付宝的这些平台 我相信越来越普遍 那我们国内的电子支付平台 也已经准它 现在已经有两家获准 陆陆继续开业 我相信会有类似的情况会产生 谢谢 这样子说起来 未来的我们传统概念的金融可能都会变化了 会受到影响 比如说我们国内的农余会 还有信用合作社 还有邮局 我看邮局他们这个存的存款 相当相当的大 是 那金额大概有多少 我没记错已经将近五兆 有五兆 是是 所以邮局我看他的花费空间很少 现在邮局也是金管会在监管吗 金融业务归金管会督导 但是有很大的部分 也是交融部 我们两边一起合作来督导 是 我们希望有机会 邮局也要再生 不然看他的这个 获益的这个情况 还有他的这个触角 好像 这个 没有那么快 跑得没有那么快 其实这几年他也 经营体质上也有很大的一个提升 谢谢委员 好 这样多多注重一下邮局 还有这个 传统的 农余会信用合作社这一块 能加强他们的辅导 谢谢 谢谢 我们先请孙大谦委员 主席 各位同仁各位官员大家好 我是不是先请金管会的曾明忠曾主委 我们请曾主委 好 主委您辛苦了 主委我请教一下 我想我们明天就要针对 正所税的问题 希望立法院能够尽快的让他落幕 是 那么能够把刚才您所提到的 关于股市的这个不确定的因素 能够把它正式的去除掉 那么我相信您最近也看到了 国民党党团的版本 之所以要做这样的一个安排 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希望 从此就彻底的终结掉正所税的争议 没错 因为如果正所税 我们只是回到了原点 那么最后不会难保过几年 他又再卷土重来一次 那么至少在过去我们的历史里头 我们看到已经这是第三次了 那么与其还有第四次第五次 我们不如就在这一次修法的过程当中 正式的宣告 我们现在所苛征的 其实本来就含有正所税的意义在内 也就是说这千分之三 包含了千分之二点五的正交税 跟千分之零点五的正所税 那么借着这样的一个修法 让未来正所税这样的一个争议 不要重新再重新卷土重来 那么我要请教主委的是说 在做这样的一个安排的同时 当然还有留下最后一个 可以讨论的空间就在于说 要不要维持核实质的存在 还是就是全面的恢复成为设算质 我是不是可以请教一下今晚会的看法 跟委员报告 其实他有一个 我是赞成现在国民党的党版 那尽快通过 我认为会对股票市场 会是比较好的一个大家希望一起看得到了 那至于说要不要零点五的部分 千分之零点五要不要核实设算的部分 我觉得我们支持现有的党版 尽快让他完成三度 目前为止在党内 那么包含我本人 我们都认为 因为现阶段民众对于政府 尤其是财税单位的信心普遍的不足 所以如果保留核实质 恐怕会让大家有其他的疑虑 所以与其如此 不如干脆就全面恢复成为设算制 那么一方面呢 报税科税都比较简单 另外一方面呢 也不至于 让大家再有其他的想象空间 那么我们现在把千分之二点五 跟千分之零点五 把它合在一起是千分之三 一方面正式对外宣告 正所税包含在 现在所科增的负税当中 同时呢 我们全面采取设算制 我相信这样子对整个市场的疑虑 应该可以大大的降低许多 主委 跟委员报告 假设到时候 国民党的胆板有这样的共识 那尽管会乐观集成 但是要如同您刚刚讲的 要在条文里面讲清楚 写清楚 说明白 这里面含有正所税的性质 其实就应该是要名列在条文内了 所以以后大家再要提到正所税的时候 其实正所税本来就已经有了 而且就是包含在当中 千分之三是含有交易税跟所得税性质 全部磕在一起了 那么将来就不要再有这样的争议 那么也能够为过去这么长一段时间 股市的纷纷扰扰 至少能够画下一个据点 主委 是 我基本上赞成 谢谢 所以接下来我要请教您的问题 就是目前为止 其实在过去这两年 我们大家一直都预估会升息 美国会升息 全世界可能会升息 但是事情的发展 跟我们当时的预期恐怕有很大的落差 所以现在不但不会升息 可能还会降息 那么持续的降息 包含国内现在也面临了这样的一个压力 我要请教主委的是 如果没有升息 但是反其道变成降息了 对于我们现在所有的保险公司的经营来说 恐怕是雪上加霜了 这个利差损会变得更大 原本大家都认为说我咬的牙关撑过这段期间 只要升息了 只要情况好转了 那么利差损就可以变小了 但是如果没有升息的可能 反过来变成是降息了 那么今晚会有没有密切的来协助一下 我们的保险公司要如何度过这样的一个困境 跟委员报告 透过这几年新保单的调整 利差损其实慢慢在缩小 意估所有比较 利差损比较大的 我相信再过一年左右 也几乎都可以调整过来 这是第一点报告 第二点报告 看这个情况 美国基本上12月看这个升息的可能性很高了 那美国的部分我相信不至于降息 那国内部分当然尊重央行的决策 要进一步来做考量 那基本上金管会也充分注意 这个整个未来金融情势的发展 会对保险业的部分做出相关的辅导跟注意 谢谢 讲到保险业 我知道金管会为了要协助保险业 能够增加更大的获利 所以金管会其实很努力 做了很多相关措施的调整跟放宽 但是我也要拜托金管会 那么针对保险业者在不动产 商用不动产 尤其是海外不动产的采购上 我认为我们要更谨慎更小心 是 因为坦白讲 因为在海外的不动产的 这个买卖的过程当中 因为毕竟去国内太远了 那么在监理的过程当中也有一定的难度 那么所以我要拜托金管会 我知道这是一个两难的过程 你一方面不准许他 那么他很难获利 很难去度过现在的这个困境 可是准许了他我们又担心 那么会不会在整个买卖的过程当中 会有商下起手的可能 所以在这个部分 我要拜托金管会 我们既然开了这个门 但是我们的监理跟我们的要求 恐怕同步也要更严格 谢谢委员指教 这非常赞同委员的意见 国外的部分 他第一个 他的每个case额度都相当高 所以我们会去做检查 这部分我们务必要做到透明 那程序一定要符合法定的程序 那另外的过程希望他越透明越好 我接着最后请教一下主委的事 在我上一次质询的时候 曾经就叫过主委 那么针对现行的这个会计制度 所以我们尽管会容许保险业 针对他们手上所持有的 商用不动产的资产来进行评估 那么不管是获利或者是亏损 那原本是用获利的方式 让他们逐年来进行任劣 那么现在商用不动产的价格 大幅的滑落 那么金管会也有在针对这个部分 要求他们重新来评估吗 跟委员报告 当去年因为配合IFAS的规定 提供给所有的保险公司做选择 他假设要选择依照市价的评估 我们尊重 但是一显定 当他认累了这些 依照市价认累获利 但到时候不动产往下跌的时候 损失也同样要认累 那我们尊重每一家保险公司的选择 那假设已经认累获利了 未来损失也同样认累 这就是所谓Mark to market 那我请教一下主委 就是如果采用这样的一个会计制度的话 这些保险公司目前为止 有没有面临到太大的冲击 包含这个资本氏足率的问题 没有问题到现在没有这个情况 我们也做过调查 现阶段没有问题 好 谢谢主委 我接下来是不是请财政部张部长 张部长 部长您好 部长其实财政部有的时候真的很为难 每一次在这个货物税调降的时候 大家都希望财政部降税 然后协助产业刺激经济 可是财政部一方面面对这个压力 可是另外一方面又面对到税收的 这个责任的承担 所以变成说我们降税 我们当然希望说每降一块钱 我们国库少收一块钱的税 它有一定的陈述效果 能够至少在经济的刺激的景气的复苏上 能够有更大的帮助 或者是能够因此把柄做大 把税基做大 我们可以从其他的地方把税收进来 所以对于货物税的条件 我只有一个原则 就是要拜托部长 要密切的来考量跟注意的是 我们货物税条件 不能够只针对单一的一个公司 就是说我们希望条件 是针对整个产业 不是针对少数的业者 我觉得这个必须区隔得很清楚 那么第二个 我们必须要能够帮到国内的产业 帮助到国内的业者 而不要在降税的过程当中 我们图立了国外的厂商 那对我们来说就完全没有帮助了 第三我们当然希望在降税的过程当中 因此把柄做大把税基做大 刺激了消费 我们可以从其他的地方把这个税收回 也就是说货物税虽然少科 可是我们其他的盈利事业所得税 营业税我们多收了 那么对我们来讲 当然对国家整体的税收来说是有帮助的 所以我要请教一下部长 针对这一次的相关的一些货物税条件的案子 财政部有没有做过类似的评估 有我们税市支柱评估就行政院版 我们营业税货物税大概如果增加一万辆 一万辆出口然后买新车一万辆这样的来算 大概会减少5亿多 不过会带动新车的营业税货物税等等 会增加22亿多 所以净增加17亿多一年 那我们十四五年大概就将近87亿净增加 然后会带动产值500亿 然后1500人的就业机会 那我最后只拜托部长 我希望我们的所谓的降税 真正能够协助到的是国内的产业 这一点非常重要 因为现阶段其实国内的产业已经很辛苦了 如果我们在汽车产业上 它是整条产业链的 如果我们真正能够以国内的产业为主的话 我们能够协助的人恐怕不仅是车商 因为整个产业链零件的供应商 包含很多其他的相关的这些业者 那么这样的降税恐怕才会有实质的帮助 没有错 谢谢 我们现在请管毕林委员 谢谢 谢谢